一样嘛,这个上面的名称也是一样,自己把它稍微改一下 其他的话,看底色,如果你觉得这个底色不好看 你也可以自己改一下 如果你要跟这个背后一样颜色 你这样 你觉得好像不好看,不好看的话没办法 但颜色就顶多是这么多啦 记得就是每一个如果要改的话 你可以 其实说真的 好像也没很好看,算了 至少,至少有个颜色就好了 那是这样,执行 但问题来了,你将来第一个啦,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 因为我们现在执行的话 你一定要点一下表单,按执行,它会跳出来 可是问题,将来你不可能说你让人家执行的话 他跟他讲说,请你到那个Visual Basic里面按这个执行 那不OK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怎么办 这边做一个启动表单 把这个表单呢,把它启动起来 那这个表单呢,如何启动 其实非常简单 特别重要,第一个 这个启动表单的按钮 那我前面讲过嘛,如果是按钮的话 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Sub 对不对 所以Sub上面的名称叫什么 启动表单 Enter一下 里面呢,只有一行程式 什么程式呢 这个,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叫User Phone 1 OK,表单的话呢,你特别注意哦 我们在那个,这个里面哦 Visual Basic里面 这上面不是有一个,有没有 叫User Phone 1 它的名称的话,特别注意哦 那就这个名称哦 那你后面加一个点Show就可以了 所以哦,如果你要让它显示出来的话 像这样打开的话 第一个,一样 先在Visual Basic里面 打开之后的话找到模组 有没有,模组里面 那写一个程式叫启动表单 所以就Sub 启动表单这样,有没有 Sub 启动表单,因为我们将来的话呢 是要做个按钮 Enter 一下 我把它放上来一点好了 字再放大一点,字有点太小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把它改14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要写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这个东西叫User Phone 1 它不区分大小写 所以你就打什么,U,S,E 照上面打,你没有打错之后 大小写没有区分哦 User Phone 1 那你再按一下点 OK 如果你点下去哦 它会出现清单 那表示你没打错字 那如果你点一下,诶,奇怪怎么没东西 比方你字拼错啦 就这样,这么简单 OK 那你就Show,打一个S就可以了 SH 诶,有没有 Show的话就一个方法 绿色的嘛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 那你把它什么 如果你游标放这边 按执行的话 诶,表单出来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哦,把刚刚这个Sub,有没有 然后呢,就做一个按钮 就长这样,比如这个啦,启动表 你可以哦,假设我拿上面的这个复制 贴到下面,因为会一样大嘛 好,那名称不同的吧 没有,按右键 再重新指定聚集 指向启动表单 然后把启动表单这四个字复制一下 按个确定 然后把它怎么样 直接delete掉 启动表单 诶,就出来了 OK 那这个是第一种启动方法 不过后来就有同学说 很好,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说我下一次打开它 然后还要跟人家讲说启动表单在哪里 他必须要知道启动表 按下去哦 他才会启动 那可是这样还是有些人哦 他还是会说找不到启动表单 明明就那么大 这次他就找不到 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诶,最好是 嗯,当我以色打开的时候 那我就顺便把这个表单直接就 直接就启动了 让他们 连 怎么讲,开都不用开 直接呢 就随着Excel的开启 就自动打开了 诶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那会更好 可是问题哦 如果要这样子怎么做 诶,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不用按按钮 像刚才是按钮的哦 你可以直接一 找到Visual Basic 二的话特别注意哦 这个工作簿啊 Excel这个工作 这个Excel档案的话 它叫工作簿物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在哪边有一个工作簿物件哦 你会发现哦 在那个VPA的这个Project 它的专案哦 的第三个有没有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 List Workbook 诶,这个List Workbook 其实就是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指的是什么 诶,指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叫什么 02逻辑函数就它了 就它对哦 诶,那如果说呢 我希望呢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点两下 它就直接打开之后哦 我先把它 诶,之前也有写过 我把它点两下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工作簿的物件 你就可以找到一般这边点下去 跟它讲说哦 这个物件 这个 逻辑函数的工作簿哦 当它怎么样呢 右边这边就成就是一个事件 当它 发生了一个事件叫open 哦,open 什么 就是这个工作簿 就这个档案被打开的时候 那我就直接把层次写在这里就好了 写什么 写就刚刚那个 user form 这不要拼错就OK user form电秀 写在这里哦 OK 然后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关了 其实就可以把它切 切回来刚刚是模组的 就这边 记得哦 写一定是写在list workbook里面的 当工作簿被open的时候 那我这个表单就被打开了 OK 但是现在我现在还是没办法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它关掉 先储存好了 储存之后呢 我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呢 那我再去开启它看看 我这 这个住宅 这切拆计这个把它储存一下 储存 那不过记得哦 刚刚如果有有VBA的话 或者我们把它先储存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开逻辑函数 有没有发现 自动就跳开了 OK 除非你把它关掉了 关掉之后 如果还在开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除非又把它关 又重开了 不然的话就是多一个按钮 这边有个按钮 好 也可以从这边开 所以哦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部分哦 先确定什么呢 如果这边有设密码 我待会教各位怎么设密码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表单先确定OK之后的话 第二个哦 在这个里面写一个叫Sug 启动表单 好 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在List Workbook里面呢 做那个User Phone 1.show的这个动作 好 那启动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待会就教各位怎么样 哎 如果我今天呢 等它跳出来了 那剩下来再怎么样 它要填资料 那填完资料之后的话呢 它必须怎么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放过去 哎 那放过去之后的话呢 再来怎么样 还可以自动帮我产生其他的蓝味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